生死一瞬间 乌克兰采访团队半路遇到无人机攻击 前面的撤离巴士还差点被击中 俄军已经越来越接近这里 俄军又攻下乌冬盾内刺客的一座聚落 逼近后勤枢纽有波克罗夫斯克 附近一马平川没有天险可守 乌克兰扩大强制撤离的范围 但也有居民不肯走 志工为了救人也想要留下 但是波克罗夫斯克若是沦陷了 乌克兰东部前线的增援 补给就会出现重大困难 十万火急的场面还出现在 东北部的哈尔科夫 眼前这栋公寓大楼陷入火海 救难人员愤不顾身冲入火场 周六哈尔科夫遭到俄军 今年夏天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 至少八个人离难 超过百人轻重伤 其中约八十人就是在公寓袭击中受伤 但是乌克兰还是没有办法 从源头打击阻止 俄军的空袭 总统泽兰斯基再度向西方喊话 要求放宽武器的打击限制 专家也警告若是西方在坚守红线 恐怕让乌军错失反击的黄金时间 坐在装甲步兵车里 乌克兰大兵抽着烟神情淡然 但此时他们已经进入俄国边境 CNN独家获得这段乌克兰突击先锋部队 深入俄罗斯境内库斯科地区作战画面 一到目的地乌军马上遭炮击 不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乌军的黑天鹅部队无人机 回击轰炸俄军藏身地 成功推进深处 有了战果 乌军就希望乘胜追击 以最少兵力给敌人最重打击 至少让最危险的俄罗斯空军无法升空 用致命的滑翔炸弹回击 为此就需要请美国批准乌军 使用军援武器轰炸俄国空军基地 乌克兰国防部长周五访美 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见面 甚至上CNN专访再三强调 乌军有多么需要美国 同意用美国武器轰俄国领土 而且后果是力大于弊 但俄军将炮口转向乌克兰平民 周五空袭东北部大臣哈尔科夫 造成当地其人丧命 并声称这是为在边境 遭乌军轰炸丧命的民众报仇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痛批 西方持续军援乌克兰 只会继续滋势 而非避免战况升级 TVBS新闻综合报导 乌军精锐部队第三突击旅士气高涨 从巴赫姆特到哈尔科夫 随时随地都展开战斗模式 与俄军近身枪战 在树林里掩蔽攻防 但问题是不是每次进攻 都能有所斩获 攻击位置曝光 只能挨轰死守被动反击 俄罗斯还在苏梅地区 用无人机炸毁乌军装甲车 基辅更是一整天都空袭警报大作 大半夜就不得安宁 天亮后更是处处看到俄罗斯的攻击 突破防空网入侵 这些都是为了报复乌克兰 进攻俄罗斯境内库斯克地区 乌克兰出动热腾腾 刚到手的F-16战机来对抗 问题是乌克兰总统责任司机 才刚证实接收不到一个月的F-16 投入实战 但马上就有更不幸的消息传出 乌克兰已经摔掉一架F-16 精英飞官殉职 乌克兰国防部证实战机是在接近下一个目标时 突然间就失去通讯 稍后才知道是已经坠毁 而当时驾驶这一架F-16的飞官 还是乌克兰空军里的灵魂人物 代号Moonfish的飞行员 代表乌克兰到丹麦受训 Moonfish是第一批获选受训飞F-16的精兵 今年二月都还受访坦言 最难适应的就是F-16的电子系统 但是它依然顺利通过集训 事实上画面上这两位飞官 左边代号Juice 右边代号Moonfish 都是曾经到美国亲自游说 希望欧美放行提供F-16的人 但是Juice在受训时 就因为训练机对撞身亡 现在Moonfish是在拦截 俄罗斯巡异飞弹过程中坠毁殉职 都会另外借质疑 乌克兰催促取得F-16 是否真的对战力有帮助 现在哲损精锐飞官 无疑重挫乌军士气 乌克兰该怎么办 除了继续推进在库斯克的攻击外 乌军推出国产第一款 可以长城打击的原面包无人机 尽管详细数据没有对外公开 但是乌克兰宣称 有超过24座的俄罗斯空军基地 都在原面包的打击范围内 另外也首度宣布成功试射 散导飞弹 没有明讲是否是长城飞弹 但是这都看得出来 乌克兰攻进俄罗斯境内后 下一步就是要对俄罗斯进行长城打击 乌克兰要游说拜登彻底解禁 但是拜登担心 会不会升级成全面战争 欧武战事这一年的发展 已经多次打破美国先前设定的红线 现在就连欧洲也几乎全面改口 欧盟最高级外交代表波瑞尔表示 如果不能长城打击 等于军援的武器都没用 说出重话 似乎就是想要逼美国总统拜登 在大选前对乌克兰做出重大让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